每当夜幕降临 在霓虹灯闪烁的繁华地段 东京新族 有一处深夜到黎明 整夜灯火通明的布棉之间 歌舞集丁 在灯红酒绿的歌舞集丁地带 闪烁着各式野总会的招牌 然而有一种仅允许女性入内 男性直播的夜总会 悄悄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这就是专为女性提供娱乐的牛郎店了 其实在日本 牛郎是一种正规职业 新宿歌舞集丁 仅在这一条街上 就有200多家牛郎店 说起牛郎店里的牛郎 许多人脑内一定衍生出许多想象 2018年打热的日剧《致命之吻》 就讲述了一位将女性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人气牛郎的故事 用迷人的手段来榨取女性金钱 但事实上 牛郎店就是一种专为女性提供弹心 互陪伴需求的娱乐业务 帮助都市女性缓解一定的压力 牛郎作为高收入人群 他们的职业真的是靠着好看的皮囊 和花言巧语这样 就能轻而易举地赚钱吗 有句言语说得好 360行 行行出状元 就真有这样一位牛郎做到了红女人开心的机制 靠起精心打造的面貌和独到的沟通能力 稳作日本牛郎业界超级头牌 这个人就是罗兰 罗兰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 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音乐家 十分注重对儿子的教育 所以罗兰从小就接受着有良好的教育 并考取了在日本排名第一的顶级学府 东京大学 按照家人的期望 罗兰本应顺理成章地完成高等教育 并像父亲期望的那样 毕业后进入精英阶级 然而罗兰却有着他自己的想法 18岁那年 入学仅仅一周左右 他就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 从东京大学辍学 罗兰表示 他无法想象毕业后的生活 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轨迹 即使是从知名学府毕业后 将来也不顾是过上薪资20万日元 换算成台币4万多元的生活 只与他理想中的生活相差甚远 罗兰在采访中称 就这样上了个大学 听四年自己不感兴趣的课 然后毕业去一家普通的公司 工作到退休 娶一个微胖的妻子 休息日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啤酒 一想到这个画面 我就感到恐惧 并不是所有人 都敢于直视自己内心的恐惧 为自己的野心而放弃稳定生活的人 更是少之有少 但当时仍是黑发 但有些许之气的罗兰 一人决然地走向了歌舞集丁 从此开启了不被人看好的牛郎生涯 但出入此行的新人罗兰 很快就尝到了牛郎行业的不易和心酸 流郎看似过着涉化风光的生活 但也是从新人一点点熬出来的 对于刚入行的新人而言 连出台资格都没有 日常工作就是负责打扫店内卫生 并且必须把每一个角落 清洁的一尘不染 连一个指纹都看不到才行 作为新人的罗兰 放弃了月入二十万日元的稳定生活 当时只能跟着前辈作陪 酒水消费以及所有搭赏 全都记在前辈账上 自己只能拿着几千块的微薄薪水 住着没有暖气的公寓 为了取暖 罗兰还曾骑这辆破旧的女士自行车 到加油站给炉子买灯油 甚至为了省钱 买快过期的打折食品 硬着头皮吃着容易长胖的高糖分面包 其实如果罗兰能够像其他牛郎那样 在客人面前谄媚些 收入也不会这样低微 但始终一身傲骨的罗兰 拒绝模仿前辈的营业指导 坚信自己终有一人 会成为日本牛郎界的传奇人物 过上自今理想中的生活 罗兰的转折是从整容开始的 当时的罗兰恰好沉迷于日本漫画《夜王》 《夜王》正是她理想中的牛郎形象 面容立体 金色飘飘 身着白西装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优雅的迷人气质 罗兰从无必会刺激在容貌上花费重金 除去上千万日元的全脸整容手术外 罗兰每月定期花几万元来美容保养皮肤 她认为有了出众的面容还远远不够 为了时刻拥有完美的身材 罗兰每天抽出固定时间进行力量训练 瘟疫隔离期间也从不见断 每天跑步五公里也是罗兰的日常之一 罗兰二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 想要变得更强 想要变得更帅 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种高度自律的精神 在罗兰的业绩效果中十分明显 客人在罗兰身上的酒水消费翻了不止一倍 罗兰不仅拥有了好皮囊 在谈谱沟通方面的高竞商 也是不可替代 面对女性在职场上的失落 和情感上的受挫 罗兰堪称心理咨询是一般 最后都能让寻求宽慰的女性喜笑言开 一些问题非常考验情商 比如有人向罗兰询问对其长相的评价 罗兰回答道 我从不坐在没有美丽的女孩身边 罗兰营业时的专业精神 也十分具有素养 她从不会喝醉 并表示不会为了拉格尔搭喝特喝 自己只喝好酒 在私下生活中 罗兰也是个注重个人管理的人 所有物品都摆放得有棱有角 一尘不染 追求几件的她 客厅陈设得十分空旷 只留一套沙发和一套茶几 衣帽间里只有几件衬衫和一件外套 令人惊讶的是 卧室床上竟然连被子的踪影都不见 她说为了不让软乎乎的被子 引诱她睡会龙觉 就把被子收了起来 私下生活中的罗兰很热爱学习 她会经常让自己掌握新技能 为了保持时间的高效 罗兰还特地买了一个带锁的小柜子 为的就是把手机锁起来 慢慢的 罗兰咬身一变 成为了日本公关业界 炙手可热的超高人机王 出道一年后 年仅19岁时的她 就成为了顶级偷牌 26岁的她年收入已高达超出3亿日元 换算成台币8000万元 她曾不断刷新日本牛郎酒水销售记录 即一晚就赚取了3000万日元 换算成台币660万元 曾在一次生日联会上 仅几个小时内 就有女性甘愿在她身上花费3000日元 罗兰始终保持着单元销售最高纪录 直接使普拉蒂娜俱乐部营业额 暴涨了一倍之多 流浪店始终张贴着罗兰最大富的海报 喜欢她的人 为她买最贵的酒 出百万打底的红包 女金主们为罗兰疯狂 曾有一位女客人 赠送了她一瓶 世界级限量价值4000万的白兰蒂 只为感谢她来到这个世界 一次生日宴会上 为了点清罗兰当夜收到的现金 工作人员不得不使用书台大型点钞机 点了足足小半个小时的钱 作为日本的牛郎帝王 罗兰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世界的男人只有两种 我和除我以外的人 正是因为罗兰的傲气 她拒绝了过上安稳生活的机会 她也从未因屈从于眼前短暂的利益 而而与奉承 这些都使她最终成为了她自己 成为了牛郎史上不可替代的夜之帝王 罗兰有一套自己的代客指导 第一 绝对不把客人灌醉 全方位照顾客人 第二 永远超越客人的期待 第三 提高自己的见识和修养 让客人感到温暖 第四 拿了这么多钱 也要付出相应的努力 这样一个把生活过到本真的人 却有着静默的温情 罗兰不仅是日本第一牛郎 还是名副其实的慈善家 2018年 26岁的她出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我 其他人 罗兰的火法 出版第一本书后 她就把所有版税 捐给了柬埔寨的贫困儿童 并为当地建立学校 完善他们的水利设施 书籍再版之后 她又宣布把所有版税 捐给了在大货中算失惨中的 日本动漫公司 并积极投身日本的儿童公益活动 以自己的社会知名度 帮还爱孩子抽款 一家保育院在得知 罗兰为儿童福利做出的贡献后 破天荒的第一次 邀请了牛郎从业者 来到福利院参观 每次外出工作时 她是给家人朋友和同事们 买最多礼物的那一个 她说 我并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 但我想要用钱 让大家都感到幸福 罗兰只是众多牛郎的一位 其实牛郎也还有 不为人知的黑暗 去年日本警方逮捕了一名牛郎 这名牛郎擅自给女客人点了一瓶20万日元 换算成台币4万多元的饮品 并且胁迫女客人写下78万日元 换算成台币17万元的欠条 2019年 一位女客人为了给牛郎充业绩 不惜自己去风俗店工作 去接高利贷给牛郎充名次 然而有一次 女客人看到她的牛郎 在陪其他女客人 一怒之下将牛郎弄伤 最后的结局是 女客人被判刑 牛郎出院后借机大肆炒作 疯狂捞金 这种骗财骗色并不少见 2015年 日本女明星金警 承认多次为牛郎充业绩 自己取作应兆女郎 最后轻身未遂 很多牛郎店的女客人 都有严重的财务问题 很多人因为借贷帮牛郎充业绩 还不起债后 从高楼音乐而下 18年的10月 仅仅在一个月内 新宿歌舞丁就发生了 七次亲生事件 很多日本女生物 把牛郎工作上的那一套 当作对自己的爱 因而陷入了 对牛郎的单相思 最后不惜借钱 贷款 也要挣钱去消费 最后落得非常悲惨的下场 明码标价的服务 是牛郎们温柔的陷阱 所有人都要擦亮眼睛 不过 罗兰凭借自己的努力 打破了牛郎 这个行业的旅径 让更多人知道 牛郎并不是靠讨好女性 只问泛兰维持升级的 牛郎也是一种服务业 以自己美好的形象 高超的语言艺术 和个人才艺 获得顾客的欣赏 有人曾这么形容罗兰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那么罗兰那一本 是无字的 它活得过于纯粹 早已游离在被定义之外 你以为高学历豪出身 就是人生最好的模样 他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靠自己走出来的路 才是最好的出路 你以为人分三分九等 还在靠标签认人 他却直接改变一个行业 曾经定义价值 非黑非白 君子方正 也许有一些人 生来就是为了 打破世俗的偏见 为了重新定义规则 即便他置身当红酒绿之中 也能活出自己的机智人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 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